下面我们对这张的内容进行一个简单的总结 首先我们回顾了如何创建一块converse的画布 使用一个html的标签 之后在javascript的层面 如果想使用converse进行具体的绘图的话 首先需要创建converse的变量 使用document.getelementbyid的方法拿到这个变量 之后调用converse.getcontext的方法 获取绘图的上下文环境 那么对于converse这个接口来说 通常我们使用的就是这三个属性 分别是设置它的宽和高 以及调用getcontext来获取上下文的绘图环境 在具体的绘制层面 我们了解到converse是一个基于状态的绘制机制 那么我们首先学习到了使用move to和line to 这两种方法来构成线条 可以使用begin path和close path 来声明一个路径的开始 或者封闭的结束一个路径 在具体的状态设置上 我们可以使用line width来设置一个线条的宽度 可以使用stroke style来设置线条的样式 那么在这一章里我们学到的样式主要指的是颜色的设置 也可以使用fill style来设置一个封闭图形的填充颜色 在具体绘制层面我们可以使用stroke函数来绘制线条或者是多边形的边框 使用fill函数来对一个多边形进行具体的填充 最后我们对绘制矩形列举了三个简易的函数 分别是rect函数 要用四个参数来勾绘一个矩形的边框路径 使用fill rect来具体的绘制一个填充的矩形 使用stroke rect来绘制一个带有边框的矩形 那么这些函数在具体的介绍的时候 可能大家会觉得非常的琐碎非常的多 但是如果我们按类别这样进行总结的话 其实converse的API接口并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的多 我们在后续的学习中每一章也会进行一个小节 大家会发现我们很快就能掌握所有的converse接口 并且使用它们绘制出绚丽的图形 大家加油